今天我们来继续讲解概率分布 概率分布的这个概念 在上一节课当中 我们用一个图形化的表示方法 已经初步的感知过了 那么我们画了一个边长为1的方块 那面积也是1 然后我们可以把一个随机变量的多种可能 这个概率对应到各个区块的面积上面 概率和面积的这个对应 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图形化认识方法 至于这个面积是怎么切分的 我们之前也讲过 你说横着切竖着切 碎着切斜着切都不要紧 那今天呢 这一节我们将要介绍如下几个问题 离散性概率分布 以及概率质量函数 连续性概率分布 以及相应的概率密度函数 这就是对概率分布呀 进行了一个定量的计算 那什么叫离散性概率分布呢 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课程当中 举的这几个例子呀 都属于离散性 首先这个随机变量它是取值 是离散的 比如说抛硬币 要么正面朝上 要么正面朝下 也就是反面朝上 我们已经说过啊 不考虑那些很极端的情况 什么卡在石头缝里呀 什么像盗蒙空间里面 要不停的转呀 什么掉下来摔碎啊 这些都不考虑 那么骰子 也是一样的 我们只考虑六种情况 就是向上的这个点数 美国总统大选 候选人就两 反正你肯定要选出一个了 既不可能 来说今年以后啊 没有总统了 也不可能这两人选着选着 选出半个人 不会有半个总统 也不会选着选着选出个我来 对吧 这些都属于离散型的随机变量 它们的概率分布 也是离散的数值 那么要量化这种概率分布呢 我们用到一个叫做 概率质量函数 probability mass function 简称叫pmf 这个pmf呢 将随机变量取得的每一个状态啊 映射到随机变量取得这个状态的概率 这句话听着是不是有点肉啊 这只是一个定义 我们怎么来认识它呢 怎么来理解它呢 其实在上节课当中 我们看到过一个表达 一个数学表达 已经很接近pmf了 大家还记得吧 我写了一个px等于0.5 那这个写法呢 在我们对于概率啊 概率论 做一个感性认识的时候啊 大家是都能理解的 但是这个说法呢 不够严谨 它不能成为 一个pmf去完整的描述 一个随机变量 完整的描述 就是对于这个抛硬币 结果来讲 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像下面这个写的一样 p括号 x等于正面朝上 等于0.5 等于0.5 并且呢 px等于反面朝上 也等于0.5 那么为什么这样写 才是一个概率质量函数呢 什么样的函数 才能够作为一个 概率质量函数呢 需要满足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 这个函数p 它的定义域 就是后面那个括号 里面的东西啊 必须是 x所有可能状态的集合 就是不能漏掉 如果我们像刚才一样啊 你只写一个p x等于正面向上 等于0.5 这不能作为一个 完整的pmf 另外呢 不管这个定义域上 取的x是多少 对于所有的x 我们得到的这个概率啊 就是这个 概率质量函数的值 必须满足 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1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极端的情况啊 概率为0呢 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件 而 如果是必然发生的事件呢 它的概率是1 同时 还需要满足的是一个 规一化条件 就是如果 哎 你看 把所有的这个 可能状态集合 对应的概率 算出来之后 相加 它现在等于0.9 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肯定漏掉了 某一些可能性 那如果相加起来 等于1.8 那这个问题就更大了 对吧 肯定是某一种 可能状态的这个 估计值啊 不对 或者把一些东西 给重复计算了 规一化条件 就是啊 规结起来 等于1 8 这个概率质量函数 所有可能的取值相加 应该是等于1的 比如刚才这个 刨硬币 那0.5加0.5 等于1 如果不等于1的话 这个事情就很奇怪了 对吧 肯定某个地方出毛腻了 我们来看一个 最简单 最典型 当然也最容易理解的 这个随机变量的形式 它的这个分布呢 是均匀分布 给定一个离散型的 随机变量X 有K个可能的状态 我们记作 X1 X2到XK 每一个状态的可能性啊 都是相等的 所以是均匀分布 那么这个概率分布 这个质量函数啊 我们写作啊 PX等于Xi 就是某个可能状态 都相等 等于谁呢 等于K分之一 你看这个K 它首先自己肯定是个正整数 那K分之一 也肯定是会落在 0到1这个区间里面吧 那一共K个K分之一 你加起来 自然也都等于1 那么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分布的这个案例 好 那么这是离散的情况 我们在生活当中 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离散的呢 如果那样倒是也挺这个 挺精致的 或者说挺简洁 有一种独特的美感 可惜情况并不是这样 那么连续型的有哪些呢 比如说大家去炒股 我们你要看某只股票 明天的走势 就是如果你不仅仅是用涨和跌 或者不变来描述的话 你要预测这个股票明天 它股价开盘价到底是多少 那你就要用一个精确的数字 比如说这个3.14159 等等等等 是这样一个连续的数字 当然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我选择把它精确到 比如说小数点后两位 那这个所有的可能性 不也就可以变成一个离散的了吗 理论上来说是对的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人这么干 这也太痛苦了 对吧 那你就是说这个 把它连续的强行扭送成 这个离散的 那这样得到的这个结果 就会非常多非常杂 而且不容易分析 不容易理解 另外比如说 我们要预测一下 明天的气温是多少 那比如说你量用气温计 来量一下这个水银柱 它的长度在客观上 必然有一个长度 但这个长度你不管精确到多少 你很难说去便利所有的可能性 这些都是连续型的随机变量 那么对于连续型的随机变量来讲 要描述它的概率分布 也有一个函数 这个叫做概率密度函数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简称叫pdf 不是那个可以打印文件格式 那个pdf 那pdf也需要满足几个条件 定义于必须是x所有可能状态的集合 这个跟离散型的一样 对于所有可能取值的这个x呢 px就是这个概率密度呀 大于等于0 这个地方你是不是发现 有些不太一样 这里只要求大于等于0 而不要求它小于等于1 稍后我们来看这是怎么个意思呢 同时这里也有归1化条件 这个归1化不再是简单的相加了 而是积分 把它这个函数下面 维度的这个面积给求出来 对吧 那既然说到面积 是不是又想到了上一节课当中 我们说的一个图形化的理解方法 把概率和面积对应起来 那么这个概率密度函数 我们写作小写的px 它给出的并不是某一个状态的概率 而是落在面积为 Δx无限小区域里面的一个概率 就像微积分里面 我们把这个分成极限 竖着一小条一小条 那个小阴影面积里面 那个相当于是px 我们可以看一个典型的概率密度函数的图像 这个长得有一点像是一个正态分布 那么我们看阴影部分 阴影部分的面积 也就是从a到b 某一个曲质范围里面的积分 对应的是x落在a到b之间 它的概率 而这个px对应的曲值 并不是概率 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还能够理解这个概率密度函数的要求的话 假设在某一个地方曲值是1 那么这个情况行不行呢 可不可以啊 某个地方 这个概率密度函数值超过1了 可以吗 我们还是回顾那个概率等于面积这个说法 大于1是完全可以的 只要这个积分加起来 所有的这个可能加起来等于1就行 这些某一个地方的密度曲值完全可以大于1 想多大都行 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有一类函数叫做狄拉克函数 这个函数的特点是呢 它在特定的曲值这个地方呀 可以无穷大 比如说 看这个区间的宽度是啊 这个epsilon 这个epsilon只要它足够小 趋近于0 那么曲值可以是 epsilon分之1 乘起来其实你发现这个面积啊 它还是1 这个地方你想多大都可以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那么我们来看连续性 这个随机变量呢 它也有均匀分布 它的均匀分布 这个函数图像呢 就是矩形 我们看 比如这个红色的 从4到12 这个跨度是8 那么这个高度呢 就是八分之一 面积当然也好算 一 这个呢 跨度是5 高度就是五分之一 面积还是一 好 这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 假设人的体温 是36度到42度之间的均匀分布 这是一个假设 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实际情况肯定不是均匀的 那么我问大家 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呢 一个人的体温在37度到38度之间的概率 是多少 另外呢 第二个问题 换一个说法 一个人的体温恰好是37度的概率 是多少呢 请大家思考一下 那么我们看答案是这样的 一个人体温在37度到38度之间 我们看整个分布的跨度是6度 对吧 36到42 那么37到38占了其中的1度 如果你求一下面积的话 就知道是6分之1 那么一个人体温恰好是37度呢 其实这个答案是0 为什么呢 恰好37度 一点也不多 一点也不少 那么这个地方呢 相当于是问了个啥呢 问你一条线的面积是多少 那一条线我们知道是没有面积的 所以从概率上来讲啊 一个连续型的随机变量 它恰好取一个精确值的概率是0 我们能求的概率只能是落在某个区间里面 而不能是具体值的 请大家仔细的思考这其中的关键区别